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生活大创造,今天我们来做黑芝麻馅饼 它的面皮松软,芝麻馅口感香醇,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来和面做饼皮,今天我们用面包机和面,加入三杯面粉 一勺糖,四分之一勺盐,酵母 一杯水 面包机选择揉面件 当面粉揉成团后,加入少许植物油,能让面团在发酵过程中更加蓬松,暄软 面团活大约20分钟就好了,取出搓圆放入盆中 盖保鲜膜醒发一小时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来调个馅,合理的分配时间能让我们做饭更有效率 准备70克黑芝麻粉,这是我在上期视频自己磨的新鲜黑芝麻粉 我将视频链接放在了下方说明栏中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方说明栏中查看 加入白糖,面粉 这里加入面粉是为了降低馅筋的流动性 将所有粉料拌匀,像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小时到了,我们的面团也发好了 打开保鲜膜,面团体积已经变成了原来的两倍大 我们将面团取出 揉面,排出面团中的气体 先将面团切成两半 分别将其搓成长条状 将每条面剂子都分成六份 逐个将小面剂搓圆 注意看手法 先熟,然后在案板上搓圆 然后取一个生坯将它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饼皮 现在开始包馅 在面皮中央放入一大勺之前调好的芝麻馅 像包包子一样,这样一折一折的将馅鲜包起来 用手轻压包好的小饼子,然后放在一边 所以我们在所有芝麻馅饼都包好后再开始擀 先用掌心压扁饼皮 用擀面杖从饼子的中间往两边擀 但不要擀到饼子的边缘,这样容易破皮 翻面和转动饼皮反复擀至 能让饼皮更加平整,厚薄一致 让我们再来看一遍 现在下锅烙饼了 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使用铸铁锅烙饼 它的比热熔大,温度恒定 不放油,小火烙制的饼子特别香 将饼子放入锅中盖盖 一面定型后烙另一面 烙制的过程中要请翻动饼子放置糊锅 want to give it a round now 我给你让我使用银子装 黑洒手 就那么少了 然后是因为饼子装 不放入锅中盖盖 然后是一面 penet烈的 饼子装 然后是一面 就算了 饼子烙到两面金黄 散发着振振面香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黑芝麻饼的做法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里是小生活大创造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欢迎您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他将通知您我更新的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见